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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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合着我照顾 为什么每次你的进入这种表演的状态 给我感觉就是那种碰上诱惑 那种运忘的感觉 就是说这种这样的方式 间接的释放你的运忘呢 还怎么办 准备 手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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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在身体上做了彻底的改造 这说明你的病好了吗 哇塞 和你比一下 这个脸还有点僵 这个一岁多 两岁 感觉人那么大了 跟床上玩的也有那么紧 那时候大概就刚会走路了 我抱着他们好开心 好喜欢抱着他们 好可爱 这一张是我小学的时候 也可能训练先 反正就那个时候 那我们家给我姐买的红裙子 其实我姐那时候假小的一样 比你还配什么 其实我姐并不喜欢 为了送礼 为了就是在两性文化里面送礼 就买了一个红裙子 所以让我穿试一试 这张是在泰国的 你干嘛都把那个 衣服放在皮袋里面 那时候也不是很大的 不是 就那个时候 反正我父亲就这么发 我就学他这么发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这是泰国 在泰国的那个 他医院嘛 这个是医院 在泰国走速的时候照的 我演出的时候的照片 无论如何 你这样的选择都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服务创伤太大了 你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去判为他们这值得 祷告什么了 带领我们这个 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吧 就是能够 变得更好 还有就是我的一些 个人的状况 包括我母亲 她的 她的这种 领袖啊 这方面 让她有更多的智慧 叫船船都在国家 都在被什么 你看 在里面他们聚会 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哪儿呢 今年已经去抗日战争纪念馆 都要放了些啥样子 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可能被国家化了 被国家化了一些事情 哎 这样 我就会把这些东西 都在那里 就会把这些东西 都把这些东西 都动了 在这些东西 不错 但是 这些东西 都不会有 那种东西 在哪儿呢 就是 在那里 比赛 这些东西 都不会有 这些东西 对 还会 在这里 不是改到身体 就非得到死了面中 你这也太极端了吧 小可爱 摇尾也显得很烦的样子 你说我在刚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无奈的 你说我在工作之前 上学的时候就是无奈的 但是当我在后来进行自我反思 我在工作几年之后 在我手术之前那两年 我已经有很高的反思 这个时候的话 我在追求着幸福 追求着理想式的这种自我 那个时候 我即使我生活得很困苦 即使我可能去泰国的路上 我可能飞机都掉下来 为什么当时要写一个遗书式的东西 为什么就觉得觉得我应该把我的自材写出来 当我的遗书 证明你存在过 证明我存在过 证明我存在过 我想我可能就在路上 我就摔死了 但是 即使 好悲观 即使这是一个事实 对 我觉得我无缘无悔的去追求的 对 你说悲观 但是 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是充实着幸福的 什么叫悲观 在我来看的话 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生活的这种 人格的撕裂 那种 那反而是一种悲观 是人们对于这个无奈世界一种妥协的围观 为什么你不能低调的生活 这么高调 无尾跨性的发生 我觉得这是在丢人 我是一个女人 但是我没有阴导 我没有阴导 倒却是一个女人 这天气来很荒 我没有阴导 我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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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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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女人 但我没有阴道 我没有阴道 但我却是一个女人 我说一点 我本人的话也是跨性别者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演过性别者 我是也是和最早 第一次就是和导演一起合作 是最早的时候就开始在演 而且我是三次 我都在参演这个跨性别 因为我的声音可以从男性和女性的声音来回来去变化 这个剧本是我一个朋友的 它是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当时演的时候的话 觉得感觉是另一个自己 因为我没有参与到这个行婚的这种过程里面 我跳出来但是它在里面 所以我能够 后来我感受他的那种 在灵魂上面的那种 在婚姻里面那种挣扎 感觉就像另外一个自己一样 现在的话我是在做一些公益上面的就是 就是帮大家对这个跨性别脱免 就成为一个更好的去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诉说 一个诉求成为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如果你们有注意过腾讯 在五月份的时候一篇报道 就是它就是中国人的一篇里面 有一个报道他信别的事物 好 谢谢大家 你强调的做真实的自己 真的适用于现在这个社会吗 每个人不是带着面对生活 好多失生存 你是在拿自己的理想主义提高现实 做道理还是你太不现实 所以这对你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是做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 这个美容手术你就看了吧 至少这个美容手术的一个小漂亮吧 嗯 做完以后眼睛 在眼睛的往中间靠一靠好看一点 但眼睛的饱满程度还是跟你原来似是一样的 我发现你的眼球已经萎缩了 已经萎缩了吗 那你没看见左眼已经看到没有右眼那么饱满了吗 嗯 眼睛应该往里面抠吗 对吧 而且你的眼睛不光是往外写 眼睛应该往外射 眼睛应该往中间凑一凑 因为一次手术不能做过 不能做超过两条体肉 嗯 超过这个样的话 眼睛会缺血 会更加的萎缩 所以告诉你说有复发的可能 甚至它没有适应 也有分次手术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改这次来讲 这个是要考虑 对 所以这个是要告诉你 嗯 嗯 那从你来讲 我想在串的可以做的这个手术 好 那斜式是可以串手术的 嗯 就是有难度会比较大的 这个 嗯 就是我这个情况 会有一些 嗯 嗯 再考虑考虑 好吗 嗨 你在我屋子里面干什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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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套的话 为什么要搭配比较偏欧式的这种方法 因为我的脸部的骨骼的话比较偏欧式的骨骼 颧骨啊高完之后呢 这个脸有点偏长 然后我身高也比较高 嗯 所以 这个鼻子的话也比较 比较 就是立体嘛 嗯 我挑衣服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先从百搭开始挑起 因为颜色的 因为颜色很艳 各种颜色的话呢 其实 呃 可能不太好搭配你的 如果你的经济能力比较有限的话 呃 建议从百搭的衣服开始挑 呃 像白色的 白色的这种衬衣 对吧 它可能你不仅是适合这套服装 你也可以适合其他的服装去搭配 呃 手套的话呢 呃 其实 呃 这个手套的话 嗯 是 我都忘了什么什么 哈哈哈 呃 手套 好免的吧 才不是 才不是 披肩加上的话 风格会稍微有点变化的感觉 服装的话一般偏向于成熟一些的 所以像衣服 这种大的衣服的话 这个就是 维尼猫的那个衣服 它就非常有 成熟的那种气场 气场 嗯 你有没有想过 你太姿姿了 真过来 真过来 六 一 收获是鱼腰位 二 三 四 用肩膀的衣服 五 六 六 七 四 好有喜感 哈哈 九 不要灭气 四 三 二 一 靠 一 二 三 要用转动中间 五 四 五 五 保持住速度 必要有太大的进服 哇 有人是在找最后一块吗 谢谢你们 我妈老说我这垂涛上 老板也很上 挺美 可是有话要说 你从小都这个姿势 反正小时候 我经常在学校 反正孤独的时候 我从小去 你现在孤独吗 一晚上习惯 然后这样的话 我提到头脑的那个 吸收吗 对呀癌吗 他都不懂 他提升大脑的血清化 能够增加大脑的专注力 以及他的这个思维 就这个姿势 我就要拿走 拿走啊 拿走 我拿走 不吃 我吃了 那时候就这么多秘种 这网上 你让你炸走 你怎么炸走 前面前逝的太极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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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派一个刷热的你还派多长时间 有点素菜就换了点 可以去我屋里面 我当然幸福了 那你幸福吗 你准备怎么弄它 人狼室也是一部非常悲剧性的作品 也是有那种命运这些感受这些东西进去 但它也有它的实在性 那个是日本二战之后 讲了日本二战之后的话 它的政府在对民众的动乱 因为那时候人民有很多的抗议 包括它有很多反抗组织 然后政府对这些反抗组织进行的一种镇压 从而牵扯到它的政府内部的两个执法组织的争斗 就是它要夺权 两个执法组织之间在这里面有权力争斗 而夹杂在整个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主角的 非常的渺小的那种感觉 它无力去改变这些事情 而最后只能选择活下来 自己活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 西方文化个人英雄主义 它就是完全就是可以 一手遮天 一手毁力改变结果 那东方文化的话就会那种个人英雄就是无力的 无奈的 你无法这个时代 你就是还是办法当上一个人 西方的英雄呢就是超能力呀什么的 他已经不是人了 而回归于人 那人的话你搞个人英雄主义 那其实就是没有 个人家很虚无的感觉 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体两面性 这个是一体两面性的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他都有他的相订的推动作用 就有他相订的推动作用 只是呢 这种推动作用的时候的话呢 像西方的话 它夸大了它的推动作用 中国东方的时候的话 有时候 他其实也在减小这种推动作用能看 这是一个相互的 有时候他也会交互 这个文化的电影 现在欧洲的很多的那种非好莱坞题材的 他也是很悲剧性的 就是他不像好莱坞题材电影 就是纯粹的讲啊 我们最后为了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然后就强行的进入到那个好莱坞模式 对吧 现在欧洲有些 有些那个现代的文学这些体材的时候的话 他会 就是悲剧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世界描写得很惨 但是他又没有被回归到那个 一个这种 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往好的方向去看的一个结果 这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看那本书啊 那个故事那个书里面 他就说 两者都是在讲述这个故事 都是在讲述故事吗 但这种讲述故事的时候的话 一方面是欧洲他在讲述 就是也不说欧洲 就是非好莱坞题材的影片的话呢 他没有真正的去 就是他没有一个结果去回应这个真理 而这边的话呢 这个好莱坞题材里面的时候的话呢 他的真理的回应是不准确的 不正确的 所以恰恰是在这两个 两个 就是模式中间 真理就恰恰可能在这两个模式中间 的某个地方 只是我们很难找到他而已 而这就是我 为什么你看我写的那个 Transe的那个剧本 他就是在这两个模式之间 他既知道这个社会的真实性 以残酷性 讲述这些东西 但他最后的话 又要去找到一个自我的一个平衡点 来中和这些东西 从而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突破点 他有一个他的合理性 那你需要强调出那个真理吗 还是每个观众 他自己他有 这本身就是 我强调出来有什么用呢 我强调出来有什么用呢 你要知道 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个电影也是这样 这个电影就放在这里 你这么看 我这么看 他说出来的东西的话 在我这边是这样解读 在你那边是那样解读而已 所以我就算说出来的话 别人不理解 还是不理解 一样的道理 人是用自我过去的思维模式 来去认识我所看的 甭管是小说 还是电影啊 等等这些影视题材 我看一些好莱坞的大片的话 一样觉得有深多 那怎么了 就是说 你怎么去看它 怎么去看它而已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 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影视作品 或者说我们在这种 故事里面 悄悄的 加入一点 佐料 让人们有那么些许的提高 让他们认识到这种些许的提高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不可能通过一个 就是我们说 可能一个很好的故事 让一个很无知的人 突然就变成一个智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今说会 鬼女生男人是你的 还是花钱 只认钱 你有钱 等不够行 你为什么不先用人性商店 不赚钱 然后再去做自己 这样也逛有底气 我生气了 哼 不以为 哼 骗你的 逗你玩咯 不以为 好可愛 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喵 好喜歡好可愛的東西 好像保回家 好像保回家 好可愛喵 你害我怎麼樣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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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